在这个十九世纪 如果一个思想 它缺乏了世界历史普遍性的话 它就不可能被别的国家承认 那你这个思想啊 永远是民族的 而不可能成为世界的 不可能成为世界的 当时为什么这个法国哲学啊 它能够 这个当时是比较先进的 为什么都会承认它 就是什么 它是讲的一般 因为它当时用的这个 笛卡尔的这样一个哲学 笛卡尔哲学 笛卡尔哲学它是一个科学的 科学讲的是一般 所以它就 这个民族史呢 它刚好是陷入到这个 对特殊性的一个研究 它没办法去超越它 找不到这样一个因素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它和这个文化 它吸收文化哲学 对文化哲学的改造 它不同什么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你们考试也考过的 马克思哲学什么 通过对工业 通过对工业 商业 以及资本主义研究 发现了世界历史的基础 发现世界历史基础 这就是什么呢 把世界历史的世界性 它的本质揭示出来 什么是世界性 不是说我以一个思想的思想 这个世界传播 它就世界化了 它不能世界化 这个很多东西啊 传播了以后 它哪怕你外民族吸收了 但是你也不能世界化 因为什么呢 你没有体现这个世界的本质 普遍性的本质是什么 它应该有一个 普遍品格的这样一个规定性 一个规定性 所以为什么说 前资本主义社会啊 前资本主义社会 也就是说在世界历史啊 之前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 也就是资本主义 把它的思想传播到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世界 就是形成了这个 对这个非资本主义社会的 这样一个侵占 在这个之前 那么也有这个世界性的交往 那个时候 为什么不能叫世界历史 为什么不能叫世界历史 因为它是一种偶然的 当中缺乏一种本质联系 缺乏一种普遍性的 这样一个联系 而在这个资本主义 这个生产方式呢 它是把它的这样一个生产方式 也就是说 带有人类普遍性 世界普遍性的 这样一个生产方式啊 传播到这个世界的各个民族 也就是这个工业化 工业化 那么它把这一个生产方式 传播到世界 以及把它的文化当中 所具有世界历史普遍性的东西 传播到这个文化以后 也就是说 使它的这样一个 普遍性的文明形态 高如这个 前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文明形态的东西啊 传到了这个世界 也就是它具有 世界文化的这样一个普遍性 所以你这个 其他的民族啊 就必须要接受它的 这样一个文化 所以我们说 西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是因为它有高于你的 这样一个文化 就是说它抓住了 这个世界文化的 这样一个世界性的东西 有这样一个本质的东西 有这样一个普遍性的东西 所以你才能够 就是说你这个特殊的东西啊 你必然要走向普遍 走向普遍 所以你必然要得到洋气 比方说像我们国家 你这个乳学 为什么要经过这个 在这个近代史上啊 二十世纪 经过这个新乳学的 这样一个转化 就是你必须要吸收 这个西方哲学当中啊 就是作为世界 历史人类文化的 这样一个普遍性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普遍 你就会被淘汰掉 你就会被 你这个民族文化 就会被淘汰掉 这是马克思啊 在这个 共产党学员里面呢 讲的也是我们上学期 讲过的内容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 所以在这个拉法格啊 他在改造这个时候啊 他也特别强调 一个是强调民族文化 强调民族文化的研究 所以他的这个 经济决定论里面 思想企业论 对这个民族文化 作为一个深入的研究 但是呢 他和文化哲学不同的呢 和维科的哲学不同啊 他是通过这个考察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对于生产方式的世界发展 和社会形态的变革 来来考察的 也就是说 他考察了 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个具有世界普遍性的 这样一个内容 结合到 到民族文化的考察当中 使你这个民族文化啊 注尽了这样一个 世界普遍性的内容 也就是说 使你的民族文化 走向了这样一个普遍文化 由特殊走向了这样一个普遍 走向了这样一个普遍 实际上这也就是这个 整个的马克思主义 在东方社会啊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 这样一个区别 这个民族主义呢 就是想象什么 这个我面对这个 世界文化冲击的时候 我就希望啊 把这个 世界文化的有些内容 在这部分的改造一下 还是以这个 民族文化为主体 而不以这个普遍性 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为主体 所以这样一个思路呢 最后实际上什么 没有办法了 使你融到这个 世界普遍性当中去 而这个马克思主义呢 他刚好强调什么 在这个世界历史的 变革过程当中 你作为一个东方的 这样一个文化 他必然什么 你要成为这个 你要这个发展起来 要有智力 你必须要有什么 世界历史普遍性的内容 所以你刚好是什么 走向 从一个特殊走向一般 走向普遍 这个走向普遍 它很多啊 有很多方式 而且它是在各个层面 在经济 政治文化 各个层面上发生的 比方说在经济层面上 我必须要从一个农业文明 走向工业文明 如果你不能从农业文明 走向工业文明 你保留在这个 农业文明的基础上 你这个民族是没办法 这个自立的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也没有办法 被这个世界所承认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你的这个国家制度 你必须是什么 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 就是说你不能再是 那种君主的 这个封建的君主国家 你必须是现代国家 那就说 以法律为基础的 这样一个法治国家 法治社会 那么包括这个思想文化上 虽然我们现在讲文化软实力 但是也是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文化的 这样一个本质的东西啊 一般性的东西 它也会呈现出来 也会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拉法格在考察 这个经济决定认的内容的时候 特别强调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它的世界发展意义 那么他就说 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 来改造这个民族文化 改造这个民族文化 把这个民族文化的研究 和这个世界文明的研究 把它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以这个普遍性的 为它的这样一个基本点 所以这个他研究啊 经济的内容 经济的这个文化内容的两个方面啊 两个方面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它主张从对经济的进化 能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历史考察中 皆是人类思想的起源 也就是说 从对经济的这样一个进化 而不是一个因素论的考察 经济的进化是什么 就是它的一个发展过程 一个历史过程 然后从人和环境的这个相互作用的 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当中啊 来揭示思想的起源 就是这个思想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它是在过程当中 不是说我有一个经济的因素 然后直接就有一个思想的反应 而是在这个经济的变化中 你思想逐渐被吸收进来的 被吸收进来的 所以这样呢 它就这个 对思想起源考察 那么在这样所有的考察当中 它的最著名的学说 就是两种环境学说 就是人和环境的关系的这个学说 所以我们在这个内容上呢 主要是讲这一个方面的内容 讲这一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人与环境的关系 在这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上 我们讲一下 它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 它的基本观点是 人和社会的进化 人和社会的进化 受着双重环境的影响 受着双重环境的影响 那么这个双重的环境呢 一个是宇宙的环境 或者是自然的环境 一个是宇宙的环境 或者是自然的环境 第二个环境呢 是经济的环境 或者是人为的环境 所以就是说 人啊 这个人和社会的 这样一个进化了 人和 也就是说人和环境的关系什么 是人和双重环境的关系 双重环境 一个是宇宙的自然的环境 这是 这是这个 可以说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经济的 能自己创造的这样一个环境 能自己创造的环境 那么这样呢 就在提出的时候 他首先就要考察 既然能面临着两种环境 那么这两种环境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这两种环境呢 有什么差别 就要对这两种 首先对这两种环境呢 做一个区分 那么在这个大法格啊 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呢 他就讲了什么叫自然环境 他说自然环境呢 包括地理环境 就是指的地理环境 包括气候 土壤 动植无区隙等等 他说这些环境呢 制约着机体的生成 也就是人的这个生物机体的生成 每一个机体的特定的特征的综合 他说每一个机体啊 都是特定的特征的综合 他说在这个野蛮时代啊 他对人的影响 给人啊 以独特的影响 特别强在野蛮时代 因为这个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啊 他在这个原始的时候 他自己经济环境 还是一个逐步建立过程当中的时候 他首先是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 地理环境的影响 这是实际上强调 这个地理环境啊 实际上是受到当时的第二国家 我们讲了他的这个地理学的发展呢 还有这个人类学的发展 对他的影响很大 所以他强调这个地理环境的 这样一个影响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人为环境的主要是指 包括经济 政治和文化习俗 在内的综合有机体 它是历史的产生的 不但发展出的新的内容和形式 这是这个两种环境 那么他从三个方面呢 分析了这两种环境的差别 以及对人和人类 社会进化的不同影响 首先第一个 他强调了 他说这两种环境 对人的作用是不同的 这两种环境啊 对人的作用不同的 他说自然环境 造成了人种的差异 自然环境造成了人种的差异 就是说不同种类的自然环境 带给人类植物界和动物界的 就是带进了这样一个差异 这样一个差异 就是说人们的不同人 人种是怎么形成的 是自然环境给它的 比方说欧洲人 那个白种人 红种人 黄种人 那么这一个是什么 是由自然环境造成的 所以刚好自然环境呢 它是造成人种的差异 而人为的环境呢 是消灭人类之间的差异 是消灭人类之间的差异 这是由人为环境决定的 因为人为环境什么 它是依靠生产方式的高低来决定的 只要是生产方式水平相等 那么不论人种的差别有多大 它的生活方式 需要利益情欲和智力的发展 都是同样的 都是同样的 同样是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里面 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人种 但是呢 它只要是经济发展水平 是相当的 那么他们的欲望 在同一个经济环境当中 他们的欲望是一样的 现在大概人种 这个不同的这个种族啊 包括这个肤色的这种种族 大概融会的最多的是美国 那么美国的 它这个白人呢 黑种人呢 当然这是歧视语言不能说了 但是呢 就是说 它的这个人种啊 同样的这个经济环境当中 它的这个要求都是一样 那么这是由什么决定的 由它的生产水平所决定的 所以刚好呢 自然环境呢 造成了人种的差异 而这个能为环境呢 就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呢 是消灭了这样一个差异 消灭了这样一个差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说两种环境的变化速度 和存在方式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自然环境的进化呢 是非常的缓慢的 非常缓慢的 所以呢 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 以及和它相适应的植物和动物的 这样一个外貌啊 在很长的时间当中都是不变的 可能一个大树啊 你看它几千年它都不变 就是它的这个变化 进化呢 是非常缓慢的 但是能为环境的进化呢 却是一天比一天加速 因为你是经济的变化嘛 那是经济的变化了 非常的快啊 只要你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可能是二十年一个变化 或者呢 更快的可能十年一个变化 可能是一年一个变化 一年一个变化 所以呢 这样呢 它就说 所以它就说 这个由于这样一个变化的速度不一样 所以这个人类历史 从动物史和这个植物的历史比较起来啊 是一伤活跃 一伤活跃 他认为呢 他说这个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的进化 这个速度不同啊 最根本的是由两者的存在方式决定的 就是说自然环境呢 它不是被创造出来的 是一种非历史的存在 这就是说历史 什么这涉及到一个对历史的理解问题 什么是历史 就是说被创造出来的东西 人化的东西才是历史 没有经过人化的东西 不是被创造出来 自然而然的东西 它是自然的东西 它是自然的一种存在 所以非历史的东西 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东西 所以呢 它就是一种缓慢的 是一种缓慢的 而人为的环境是不断被创造的 不断被创造的 所以它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因为你是不断的被创造的 所以它就 那也就是说历史是被创造的 这个我们在讲马克战克斯的思想的时候 你们回想一下 是不是已经讲了什么是历史啊 历史是人的活动 是吧 是历史是人的活动 所以没有人的参与是没有历史的 是没有历史的 所以它就强调了 人为环境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也就是说历史的存在和 自然环境是一个非历史的存在 而人呢 而自然为环境呢 是历史性的存在 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 所以人类社会才会什么 有从低级到高级的一个发展 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的 这样一个发展 这样一个越来越来越简单到复杂的 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没有人的创造 不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就没有由低到高的发展 由低到高的发展 所以这个动物啊 动植物呢 它的很多发展 比方说动物的发展 动物啊 它没有发展什么 它总是重复的 它总是重复的 这个为什么没有重复呢 就是说它是没有历史的 它是没有历史的 没有历史什么 没有人的创造 没有一种文化的极淀 没有一种文化的极淀 所以它总是什么 重复前面的这样一个过程 每一个生物它都是一个单个的个体 所以它就没办法发展 但是人类就不同了 因为它是人的活动创造的 包含着一种历史的极淀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 它是什么 它是一种获得性的遗传 是一种获得性的遗传 也就是说 比方说恩格斯举了一个例子 欧基里德定理 人们在发现它的时候 可能花了很多年 几百年才发现的 但是现在一个九岁的小孩 在课本上 他就已经知道了 所以能不能什么 然后他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发现新的这样一个文化 发现新的定理 所以这个科学又进步了 人类文化又进步了 所以人类通过这样一个 活得性的遗传 也就是说一种文化的极淀 和文化的遗传 它就有一个由低到高的 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 他就说 他说在这个过程当 能为环境中的各个成分 经济的 社会的 法律的 和政治的关系 习俗 风俗 习惯风俗 风尚和道德观点 赏识和社会舆论 宗教 文化 艺术 哲学 科学 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 等等成分是不断变化 相互影响的 相互影响的 我们在这儿看到 当他讲到 这样一个因素的时候 他不是简单的罗列 几个意识形态呀什么 他就是强调 这个社会当中 所有的各种因素 从这个经济 社会 政治 一直到思想 它各个成分都是相互 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 相互变化的 那也就是说什么 这个就是强调他的 说经济呢 实际上它也是 人类活动的一个部分 人类活动的一个部分 这样由于 这样一个相互影响呢 他们就不断地改变着 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人和自然关系 也改变了人的生活 人的存在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啊 他强调什么 在人和环境的关系当中 人为环境 是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一个中介 是吧 就是说人和自然的交往啊 它不是一个单个的人对世界 而是有什么 用人为的环境和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交往 也就是说呢 就是说在人和自然之间呢 有一个什么呢 人为环境 人的这样一个发展 它和自然的交往 总是和人为环境相联系的 你的人为环境变化了 发展了 你能和自然的关系 也会发生变化 发生变化 所以人为环境呢 是人与自然之间的 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 或者说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中介 是一个中介 这个中介是变动的 由于它的一个变化 比方说在原始社会 你的人为环境是不同的 那么你能和自然的关系 也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 你一个民族的 人为环境是不同的 那么你的民族的 能和自然的环境关系呢 也是不同的 也是不同的 所以它都隔着一个什么 隔着一个能为环境的中介 所以它说能为环境呢 就通过这样一些 各个部分的调节啊 这样的使这个社会发展 保持平衡 因此呢 这个和这个自然环境的 这样一个缓慢变化不同 能为环境的平衡状态呢 是以极端的不稳定 和日益增长的不稳定为特征的 不稳定为特征的 就是自然环境 它是非常稳定的 非常稳定的 它是非历史的 所以是非常稳定的 而人为环境的稳定 靠的是什么 刚好是不断的变动 就是各个部分 就是人为环境的 经济的 政治的 文化的 以及意识形态的 各个部分的一个平衡调节 使它保持了一种平衡 而且呢 它这个什么 它是以不稳定为特征的 它只有在变化当中 才能保持稳定 如果这个人为环境不变化 它就死了 就是说就没有历史了 它就消失了 所以它是要在不断的 这个日益增长的不稳定当中啊 来维持它的这样一个稳定 所以它是经常被破坏的 经常被破坏的 这是第二个变化 就是它的变化速度 和存在方式是不同的 那么第三个呢 它认为这两种环境 这两种环境的变化方式不同 变化方式不同 就是说自然环境的 各个部分的这个影响 是直接的 或者是机械的 它就比方说 人啊 直立行走是人的一切 这个器官变化的出发点 这是从这个人种学的角度来考察 我们前面讲了这个恩格在考察这个借助摩尔根的这样一个资料 在考察这个人的这个劳动的起源啊 劳动是人的起源的时候 不是讲了吗 首先这个直立行走 这个直立行走首先把手解放出来了 那么手解放出来 手就可以制造工具 那么在制造工具当中什么 这个老虚发展起来了 所以要这个就是 开始有了人的这样一个智力 然后呢 有了这样一个社会交往 那么它就需要语言 所以要语言产生了 所以这个人啊 从他的肢体变化产生出来 那么这一个它表现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自然环境的这样一个变化 就是人的智力 这个生物性的 这个自然的这个变化了 它对器官的变化是直接的 是直接的 不需要通过中介的 他说这个地层的变化呢 直接影响到森林植物的生长 森林改变河流的方向等等 这所有的啊 都是一些直流的直节的 但是人为环境的各个部分 是靠人的中介才能彼此发生影响 但是这个他说人为环境 本来是人和自然的这个中介 但是人为环境的这样一个变化了 它也是有中介的 也是有中介的 他就说他就以这个工业发展为例来说明 他说人为环境的各个之间的被破坏的平衡啊 往往是靠那些对已经走上变化道路的部分 特别感兴趣的人们和社会的所有成员 其他成员的斗争才能恢复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人为环境的变化 他的这个破坏达到平衡是什么 他破坏是怎么破坏的呢 你是先进的东西啊 把这个落后的东西给打败了 给打破了 那么这个打破了以后呢 他说 他说这样一个 他的这个被破坏的这个平衡是靠什么呢 对已经走上变化道路的部分感兴趣的这个其他职员 那就是说一部分人已经走上了这样一个 走到社会的前列去了 一部分人走到社会前列去了 而后面的人呢 去对他的部分啊感兴趣了 然后再跟上他逐渐的达到一种平衡 上次包含着什么 社会内部的一个矛盾斗争 政治能和人之间的这样一个矛盾 也就是新旧之间的这样一个斗争 工业文明发展呢 他靠什么平衡 最开始这个工业的发展 肯定是打破了这个农业文明啊 打破了农业文明的平衡 那么这个他新的平衡怎么建立起来呢 也有逐步的你这个农业文化的很多这样一个 包括他的人和他的事 都逐渐转到这个工业文明的这样一个水平上 那么他就达到了一种平衡 然后这个平衡呢再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形成了由低到高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这一个就是他讲的这个变化方式的不同 所以呢这样一个人为环境啊总是根据这个人的这样一个活动 这样一个活动中介来发生的 那也就是说呢 智能环境的变化是直接的 是没有中介的 而人为环境的变化呢 是有中介的 是有中介的 这是他讲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变化方式 变化方式 在分析人和环境的差别的时候呢 他同时啊讲了人考察了人对环境的这样一个反作用 人对环境的一个作用 就是拉法格通过对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差别 及其作用的这样一个比较分析呢 就说明了人为的环境对于人的历史形成的作用 同时也肯定了人对环境的作用 人对环境的作用 在他看来 他说人啊在受到两种环境影响的同时 也影响环境 也影响环境 从人对环境作用的考察当中 拉法格得出了两个结论 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呢 他说历史的动力是人 历史的动力是人 就说你这个环境的改变 竟然是以人的活动为中介的 是吧 他说这个历史环境的改变啊 人为环境的改变的中介是人 那么是人的活动 是通过人啊来改变的 那么历史的动力是什么 历史动力 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 而最终归结什么 归结到人 所以人呢 是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动力 历史动力 那么第二个结论呢 就是说生产方式 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动 是社会环境中最能动的 最不稳定的部分 所以呢 他是动摇整个上层建筑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人为环境当中 他作了一个区分 就是说人为环境当中 他有经济的上层建筑的 就是说各个部分 那么在这个部分当中 人为环境为什么会急剧的变化 为什么会变化 会不稳定的变化 他说是由经济造成的 是由经济造成的 所以经济造成了 人为环境的变化 也就是说在人的活动当中 在人的活动当中 经济的活动 经济的活动是最活跃的 是最活跃的 不管你是 这个比方我们讲生产力啊 生产力是一个 这个经济活动的一个 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不管你是人啊 你是希望他发展 还是不希望他发展 他都会发展 在你促进他发展的时候 他会有直变 不促进他发展 他会有量变 所以他总是变化的 他总是变化的 是不以你这个 某一个人的主观 意志为转移的 而且他的变化 是非常的迅速的 所以这样 你其他的部分 都必须适应这样一个部分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在人的活动当中啊 经济的变化呢 是社会环境中 最能动的 最不稳定的部分 最不稳定的部分 这是他的第二个结论 那么在指出 这样一个结论的时候呢 他最后啊 强调了 他说这个 人类历史规律啊 他说区别于 自然规律的 有两个特点 一个呢 是历史规律 朝着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 因而有不确定性 和不可还原性 就是能不能很多 自然科学的规律呢 它是可还原的 就是我一个同样的东西 只要碰到有相同的 就可以还原 而这个社会规律呢 它是不可还原的 不可还原的 就是同样的规律 你在不同的民族 它会有不同的表现 它也不可能啊 是完全照搬的 那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规律呢 是不可重复的 就是说社会规律 是不可重复的 它也是没办法还原的 这一个思想啊 和这个马克思晚年啊 在考察这个东方社会理论 提出一个思想呢 它是很相似的 就是 就是马克思早年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在资本论里面 他就说这个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啊 它是按照一种铁的 铁的必然性发展的 它强调有个铁的必然性 所以他在这个 共产党学院在资本论里面 都强调啊 就是说这个东方啊 重属于西方 是吧 工业发达的国家 是工业补发达国家的 未来前景 他是很强调这一点的 以西欧这个为模式 但是到了晚年 研究这个东方社会的时候 他在达服这个 民粹派的这个 这个思想的时候 在给祖国 这个祖国纪式编辑部的信里面 他就提出来 他说 这个 到了这个 他说实际上 他说我讲的 早年讲的这样一个规律 是适合于西欧的 是适合于西欧社会的 谁要把这样一个 西欧的规律 套用到其他民粹的 那就是一个什么 那就使他 那就是 他说这个是不可行的 他说即使是同样的规律 在不同的民粹 他也会有不同的性质 和不同的特点 不同特点 所以你都要根据这个民粹 本身来分析 而不能够 简单的用一个规律 来套用到所有的民粹 所有的民粹 所以马克思到后来晚年的时候 实际上是修改了自己 在资本论里面的 这样一个思想 做了一个稍微的修改 那么这个修改 他当然强调世界历史 还是有它的普遍性 但是他认为 这个世界历史的 这样一个共性 在不同的民粹当中 它是有不同的特点 和不同的表现的 所以当你用这个文化哲学的观点 来考察这个问题 强调这个民粹文化的 这个特殊性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必然的承认 什么 这个历史的规律 它是不可还原的 它不可重复 不可还原 每个民粹都有自己的 这样一个特点 这样一个特点 而且整个社会历史 它也是不可还原的 也是不可还原 一个时代过去 你看我们这个20世纪 90年代以来 西方资本主义 进入了一个 重建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说 19世纪末 开始是资本主义 重建这个世界体系的 开始建立它的 世界体系的时候 那么可以说 经过了这个 20世纪上半叶的 两大阵营的对垒 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这个到了70年 90年代 这样一个世界格局改变以后 资本主义 借助它的互联网 开始重建资本主义体系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相似的过程 其实这个过程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差别 很多很多差别 当然不是我们这个 课堂上分析的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 值得分析的现象 同样是一个 这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同样是资本主义体系的 一个建构时代 但是由于这个时代不同 所以他们有很多 不同的形式和内容 不同的形式和内容 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那么作为一个社会规律 在一个确定 可以说你只要用文化 哲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 你就会对这个社会规律 有一个不同的理解 有一个不同的理解 那么这是他的这个 第一个 他指出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他强调人类历史规律 与文化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就是历史规律啊 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单因素 他应该是和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他是在不断的革新文化传统当中 这个发展起来的 那么文化传统的民族性和多样性 决定的历史规律的不可重复性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民族传统的 这个文化传统的民族性和多样性 决定了历史规律的不可重复性 实力没办法再去重复了 没办法重复 所以从他的这个 对人类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的 这样一个差别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讲的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历史主义方法 在分析这个历史维吾史观当中的 这样一个意义 他给了我们一个对人类历史规律的 一个不同的面貌 不同的这样一个理解 不同的理解 这就是这个 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的 最主要的思想 最主要的思想